化肥化工版块在近日调整市中有较佳表现 化肥龙头股之一中国芯连芯化肥 1866 近期利好消息频传 其江西化工厂 二期DMF项目上月中投产 并获评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享优位税 二主业化肥族受惠全球良价上涨 仍利前景乐观 可逐留意 集团主要从事研发 生产及销售尿素 复合肥 甲醇 康醇 车用尿素 三聚青胺及相关差异化产品业务 集团为民企 控股股东刘兴旭持股33.8% 严韵华持股28.83% 集团附属江西芯连芯化学化工业有限公司 江西基地 二期二期DMF项目在一月中顺利投入生产 使集团DMF产能增加至20万吨斜线年 江西基地共规划三期DMF项目 其中一期 二期 三期均为年产能10万吨DMF DMF-NN 二甲基甲胺 二甲醇 液胺 一氧化碳为原料经化工制造过程生成 该产品 主要作为溶剂用于生产必要 超细纤维增强皮革、粘料 还可用于医药中间体、电子福同板、食品添加剂等领域 集团附属江西芯连芯通过评定 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所得税税率由25%减按至15% DMF项日成为集团 再化工业务的盈利新增长点 集团另一动向 是进一步增持深冷能源、股权 至62.23% 该公司主要从事现场供器业 及美气回收利用业务 以及生产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 液体氧淡、一氧化碳、黑气、鲜气、突气等产品 集团在去年9月已建议深冷能源于内地政交所上市 今年或好市近 集团去年9月底 指搜三季营业额增长49%至175.16亿元 人民币 下同 股东应占日利上升12%至11.41亿元 去年全球粮价上涨 带动化肥及煤化工的相关产品价格随之上涨 期内 尿素收入增长50% 平均售价升21% 复合肥收入更大增70% 平均售价涨38% 值得一提的事 集团正推进在辽宁湖老岛打羽山经济开发区建设百万吨生态肥项目 首期投资3亿元 新年深化肥作收报4.57元 港元 下同 现价预测市盈率2.85倍 息率5厘 市涨率0.77倍 市值56.1亿元 粮食安全国策有利集团业务增长前景 时机吸纳 上网5.30元 中长线以4倍市盈率计可见6.4元 跌穿4.20元止洩